许多人也许还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在有许多非华人在中秋节也会制作月饼,买月饼,吃月饼了。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到登家楼的干马晚,认识一位名叫雅雅的马来女生,看看她的食品厂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怎样赶工制作清真月饼。 她的月饼广受网民,特别是穆斯林顾客的欢迎,我们来看看。 你没有看错,包这头巾的穆斯林员工们正在为来临的中秋节制造一批批的清真月饼。 而这位年仅21岁的女生就是这家月饼工厂的老板,心力亲为地跟员工们一起赶工。 只不过一个马来女生怎么会有制作清真月饼的想法呢? 我从中国就问,什么选择? 当时我一直教了,我喜欢吃。 她说,不想尝试是做回家传统的选择。 所以我们开始学习。 他有冰箱、我派中热的英文。 所以我就像老板和了。 原来雅雅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北京网友 并向网友学习制作月饼的手法 无心插流的她把成品分享到网络上后 意外获得许多同胞的追捧 因此她也开始接受网友的订单 从以前居家式的厨房 到现在拥有一座小小的工厂 雅雅月饼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在万人眼里看似风光 只不过 四年前 雅雅因为一场高烧差点丢了命 虽然活了过来 但却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这一路来她所承受的痛苦 犹如前进重压在她脚上 阻止她前行 面对自己的残缺和他人的冷语 雅雅的父母却是不离不弃 为了让她重拾笑容 他们就像成为雅雅的双脚一样 支持她前进任何方向 她们肯定支持我百分之一 就这样她在游戏里认识了 教导她制作月饼的北京网友 而这段缘分更是成了她人生的转列点 她因此希望能够透过食物 再度复制这段故事 让各族之间能够彼此认识 所以从他们没有知道 什么区别是新鲜鲜 他们没有知道 哪个月是新鲜鲜 所以我们给予了 是一种勇气的力量 给人知名的中国 我真的愉快 在这种勇气 虽然越有残态 然而中秋越远时分 终会来临 就如雅雅制作的月饼 包着的是一段跨国 跨组的缘分 以及它走出残疾陰影的故事